我 本座平日让你修 你偷奸耍花 一见到长恒倒挺激起 略尊大人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嘛 你知道 我是怎么发现这个事情不对劲吗 你还记不记得 你住在私命殿的时候 把我的木架劈坏了 可是这幻境里的木架 确实完毫无损 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识破了他们的诡计 这个事情 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对了 那个海士卒说 这幻象里面有千万虫 也有千千万万个 一模一样的我 你是怎么这么快找到我的 莫说这些虚幻假象 就算把你真身放进 成千上万颗 一模一样的兰花草里 本座也能一下子找到你 所以以后不许逃跑 就算你逃到 望川尽头天地之极 本座一样可以找到你 知道吗 你 你 你怎么又哭了 我是太高兴了 之前 师父也对我说过 一模一样的话 师父与我 是至亲至爱 最重要的人 你也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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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